放假时开心烤肉 享用美味之余 又担心对身体产生负担吗? 惠泉TV告诉你6个烤肉的聪明小秘诀 让你轻松享受美食 健康少负担 1. 任名食材来源 选购肉品时 请任名CAS标章 并购买有GMP认证章的食品 蔬果类尽量挑选 贴有集园骨安全蔬果标章的农产品 才能吃得美味吃得安心 2. 食材避免与炭火直接接触 烤肉架铺上铝箔纸 或是用铝箔纸将食物包好再烤 避免食材与炭火直接接触 可降低致氨物的产生几率 3. 减少炭火用量 以细带型瓦斯炉搭配炭火烤肉 能快速将肉烤熟 两者交替食用 可减少木炭的食用量 也能让烤肉更有效率哦 4. 多蔬食 多健康 用洗净的生菜 包肉吃 或者搭配着食用 不但能补充扇息纤维 还能降低因烤肉摄取过多而产生的油腻感 5. 多摄取抗氧化物 烤肉过程中亦产生致癌物 建议多摄取具抗氧化营养素的食物 像青椒 胡萝卜 洋葱的蔬菜 6. 以柠檬汁调味 柠檬 含有丰富维生素C 柠檬酸 苹果酸 将适当的柠檬汁淋在烤肉上 不只能帮助调味 也能减少有害物质的危害 学会这6个小秘诀就能开心烤肉复恩G哦